话说啊,莉莉将有三块连在一起的地板砖,等等,等等,如同所示,那么她想把它分成大小形状,哎,注意了,又是大小形状都相同的,对不对?嗯,这样的四块。 来电桌腿,问咱们有没有好办法?这个问题和刚才又不太一样了,为什么呢? 说是要把这样的三块地板砖分成四部分,哎哟,这个要把三块分成四部分怎么办啊? 这个题目里边的这个格子数根本不够被四整出,怎么办呢? 孩子们,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数格子的方法不再管用了呢? 想一下,还可以怎么办? 怎么办?你说这个时候格子不够了,那么怎么办呢?格子是被画出来的,只不过有些格子是书上已经画好的,这里边没有格子,咱们可不可以自己画?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画了,是不是? 哎呀,所以嘛,没有格子有什么关系,咱们自己画格子不就好了吗? 我们说把正方形啊,哎,注意了,咱们如果此时要画格子,我们每一个格子的大小是不是都得一样啊,对不对? 除了每一个格子的大小都得一样之外呢? 咱们还画出来的这个格子,最好也要能被四整出,是不是才行啊? 是不是?好了,宝贝们,那赶紧让我们来画画格子吧 最常见的,把正方形再分一分的,画格子的方法就把它分成一个田字形 这是最常见的吧,对不对? 好了,分成这样的话,让咱们再来数一数,这个时候的格子又有多少个呢? 每一个原来的正方形里面有四个,现在有三个这样的正方形 所以是四乘三,现在有十二个小格子了 十二个小格子要把它分成四部分,可不可以除了? 可以了,咱们用十二来除以四 发现呢,每一个小图形占的是三个格子 这个时候线索是不是又蹦出来了,是吧? 那么在三个小格子的话,三个小格子可以组成什么样的形状? 竖着的或者是弯着的,对不对? 那竖着的话呢,这一块就只能竖着的了,两条竖着的 然后又是一条横着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不行了,对不对? 说明咱们这个时候呢,尝试形状的话,还是像这样的形状来的要好用一点,是吧? 是吧,还是这样的形状? 那么试一下呢,怎么办? 注意了,看我试,看看试试行不行啊 首先呢,我会这样来做 嗯,形状嘛,我就给它拼一下 嗯,老师这不行了,这辣落形状都不可以,我画错了 在做这个题的时候呢,你会注意一下啊 刚才我们在试这样图形的时候 这个图形的时候呀,注意了啊 我们刚才这个时候摆的时候,是不是只能是竖着摆? 它只有一种摆法吧,对不对? 而如果我在试这个弯着的这个图形的话 我除了这样的摆法,我是不是还可以弯过来放? 是吧,还可以有这样的摆法吧,对不对? 所以呢,咱们要把所有的方法都试一下 你才能确定你的方法,对不对? 没错吧,好了,那让我们来试一下了啊 如果不要用这种摆法的话 我来把它给擦掉 如果用弯过来这样的摆法呢 我们来看看啊 弯过来这样的摆法的话 那在这一个时候,诶,又有小朋友说了 说老师,那我这么摆过去 你这么一摆过来的话,底下是不是又不行了? 咱们不妨把它摆过去,往这边搁一下 你看,行不行? 往这边一放的话,这底下这儿,是不是? 诶,这样就搞定了 对吧,其实不难吧 来宝贝们,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题过程 首先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一下 分成十二个格子 之后呢,再来摆一下就可以了 看清楚了吧? 这个题目是不是也不难? 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于 看你敢不敢自己来画一下格子 所以题目里边没有格子 咱们自己创造格子 还是能够找到线索 这道题电脑前的宝贝们 你们学会了吗? 学会了,赶紧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道题的拓展吧 这个拓展题是这么问大家的 让咱们把这个图啊 简称形状大小完全相同的 八部分 八个小图形问咱们应该怎么办 先数格子,是吧? 咱们已经知道了 数一数这里边一共有十二个格子 四个,四个,四个,三次,十二 好,十二个格子除一八,够不够出? 不能整出,不会算呢 是吧?那有的小朋友就说了 如果它是多少个格子的时候 除一八好算? 十六个格子,当然了 可是从十二个格子变成十六个格子 咱们好不好分? 不好分吧 从十二个格子变成多少个格子好分啊? 二十四个是不是很好分了?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把每个格子 是不是分成两部分就欧了 是吧? 把每个格子分成两部分就行了 那么把它分成两部分的话 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最常见的方法 咱们是不是把它给对折一下 分成两个三角形吧 是不是? 我说的这是最常见的方法 当然你可能还有别的分割的方法 都是可以的 只要能够把它分成完全相同的八个部分就行了 我这里就说其中一种方法 好不好? 最常见的呢 把它分成两个三角了 那这个时候呢 每个图形啊都变成了 每个正方形是不是变成了两个三角形? 没错吧 好了 每个正方形都变成了两个三角 那现在就变成了24个小三角了 24个小三角分成三个 分成八个图形的话 每个图形是不是要占三个三角 是不是? 三个三角能拼成什么样的图形呢? 最常见的就是两个小三角拼成一个正方形 然后再搭上一个小三角 是不是? 那就像个子弹一样的形状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不是一个挺常见的图形了 对吧? 那在这边呢 是不是两个三角? 好了 那么 找着这样的图形 我再来看看怎么做 好不好? 这里边我就给它分一下好了 看看怎么办呢 首先呢 我来分一下这上面的这个图形 我可以怎么分啊? 我当然可以把它分成 刚才我这个形状了 分成两部分 这里是有一个带加热 带了子弹间的 那这边是不是就是另外的这一个了? 这一个带子弹间的了 那么在这里呢? 在这里的话 我肯定就不会在这边再带子弹间 要不然就空出一个 所以啊 我可能会这样画 是吧? 那很自然 这边就又出来了一个 那下面呢? 下面再找找 这里边我肯定不要 让它带子弹间了 子弹间冲外面 好和别的平起来 对不对? 所以下面我是这样画的 可能和你的方法不一样 不过没关系 是吧? 那然后在这边 这里就很容易了 找出另外一个带子弹间的 给它拼起来 那么剩下三个格子怎么分呢? 这样一分 是不是两部分都有了? 对吧? 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分的过程 动画演示一下 更清楚一点 就可以了吧 好了 其实呢做这样的题目啊 当然不止我这种方法 你由于你自己拼的方法 分的方法不一样 那你可能答案和我不一样 刚才说过 没有关系 是不是? 只要满足提议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了 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样的问题呢 在这样的问题里边 属格子的方法并不好用了 因为格子数不够 或者是这个格子数不够整除 是吧? 出尾巴不好出 那怎么办呢? 咱们就想法自己给他画一下格子 最常见的格子呢 有正方形的格子 或者是三角形的格子 都有的 对吧? 那尤其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你画格子可以 可是你画出来的这个格子 大小是不是都得一样啊? 都得一样 这个时候你才好做平均分嘛 好了 那么这大题呢 就先说到这里 电脑前的宝贝们 你们学会了吗?